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王一博呼吁多陪伴老人,爷爷是他最大的遗憾 8月29日晚播出的天天向上,节目内容围绕老年生活展开 节目最后,汪涵问及王一博录制本期节目的感受时 他说,自从爷爷去世之后有了很大的感触 认为老人都很孤独,呼吁大家有时间可以多陪伴 在连续两天播出的节目里,王一博都提到了自己的爷爷 街舞四现场,朱柯林落叶归根的舞台让一博有感而发,泪洒现场 了解王一博的人都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很不爱在别人面前落泪煽情的人 对于感情,他的表达方式是很隐忍的 可是,在那一刻,他从哽咽到嚎嚎大哭 也许很多人不能理解,在谈及爷爷的时候 王一博为什么会如此伤心和难过 直到昨晚节目中我们才知道 原来,王一博提到没能回去看望的爷爷已经去世了 这个日子对于王一博来说意义非凡 王一博个人定制的绿色专属话筒上就刻有这个日期 之前很多人就在猜测,这个日子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那是王一博爷爷去世的日子 19年的10月12日,王一博忽然回到同川 当时好多人以为是品牌活动 10月14日回城时,一身黑色出现在机场 还一度的引起了粉丝的注意 因为是私人行程,所以相关的报道并不多 原来,那是王一博爷爷去世后的第二天 接到消息后的他,匆匆与剧组请假回到同川 可还是没能见到爷爷的最后一面 以前在节目里,采访中 王一博从来没有提及过这件事 他把这个日子,悄悄印刻在自己的专属话筒上 爷爷对于他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人 对于没能说出口的爱和没有见面的遗憾 是他心里无法言说的痛 有些遗憾,终其一生都无法弥补 他会注定成为我们一生的伤痛 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真的很让人心酸 记得在一期节目里 一博分享了自己小时候和父母坐绿皮火车 去同川爷爷奶奶家的经历 脑海中,忽然浮现了那样的一幕 年轻的父母带着年幼且淘气的小孩 回到父母家,三代同堂 共享天伦之乐的温暖画面 想起那些幸福而美好的时光 有太多难以割舍的情感 那个曾经陪伴他成长的人 那个曾经给予他温暖和爱的人 在以后的岁月里都会成为他的念念不忘 是对自己说的 我们总会在不经意间突然长大 或许是因为亲人离世 或许是突然间明白了某个道理 陪伴是离别最好的缓冲 拥有的时候好好珍惜 人生才没有那么多的遗憾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